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复不过三代 还有一个更加形象的说法 叫做眼看他起猪楼 眼看他验宾客 眼看他楼塌了 不过灾生后的凄凉固然令人叹息 然而总结教训积极改变 才是智者的高明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了灾祸的发生 几季挂六窑的演变 给我们以怎样的借鉴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 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一经的智慧 请继续关注福过灾生 寄记这个挂 给我们很好的印象说 罢工告成 但是初九就提出很严重的警告 他说 义其轮如其尾无咎 轮是什么 车轮 那义呢 义就是把它拖住 把它拉住 用现在的话叫做刹车 要踩踩刹车 为什么要骰刹车呢 因为初九是寄记挂的开始 叫做成功再望 还没有完成 刚刚开始感觉成功再望 因此它就很寂静 初九它是阳刚 它又处在成功的一个环境里面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年轻人 一就业 就在家 哇 管理也好 福利也好 民生也好 什么都好的 大公司 他会怎么样 他会觉得说 这机会难得啊 我要好好表现啊 我要尽全力去冲啊 尤其 它跟上面的六四摇 它是相应的 就是上面有人拉法你 你又想冲 他又拉法你 你又有能力 那你为什么不急躁呢 这是难免的 可是你一急躁 你就会顾虑十周 你就会违反了 四缓折缘的大原则 这就是我们常讲的 锋芒毕露 年轻人就吃这个 我得到好机会 我有能力 此时不表现 更待何时 但是你要知道 你一锋芒毕露 你就变成大家 打击的目标 所以出酒窑告诉你 如其尾 就是叫你注意你的尾巴 如果你是个小福利 那你刚刚 要渡河的时候 你最要小心的是什么 最要小心就是 你的尾巴要翘起来 不要让它沾到水 沾到水啊 它就往下沉 往下沉 你就游不快了 就算你本能有那个才能 但是后面有人 拖了你的后腿的时候 你就跑不快了 你就没有办法 如意地 按照你的能力 去表现 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老说 穿小鞋啊 老说 扯后腿啊 其实就从这里来 人家看你能干 我就装了没有看到 把你的 后腿拉住 就弄一些小鞋子 让你去穿 爬到旁边看笑话 那你不是倒霉 其实这只是小事情 真正大事情就是说 眼看着要成功的 眼看着要垮到最后一个栏 你就是第一名了 你摔了架了 那才可怜 那才痛恨 行白鞋子 半九十的意识 就是说 到达成功 那个最后 那个阶段 才是最要紧的 最要紧趁的 千万不能大意 你前面 八十里都跑得很顺 都跑得很前面 最后那二十里 你受伤了 你晕倒了 你摔跤了 你落后了 功亏一亏 所以 初九遥告诉你 如果你坐车的话 抑齐轮 不要让他跑得快 刹车减速 免得一下去 把目标都冲垮了 这就是初九遥 首先告诉 成功在万的人 的一个守折 我们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 兢兢业业 好不容易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这时候常常会受到 一些小人的侵扰 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该如何因应呢 六二遥 父上其佛 物足 七日得 佛 这意思就是 守势 那个妇女 有守势 那就表示什么 表示你有身份 你有地位 因为你有单位 有居中 她跟上面居五 又相应 可以想象说 一个贵妇人 她的先生 出差的 或者她的先生 当了大官 在外面 那会怎么样 那你看看 有两个人就经常来烧到她 一个叫初九 一个叫九三 初九三 对六二 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 叫做什么 见水楼台 先得月 她就先跟你开玩笑 然后轻薄 动手动脚 就好像 你的手势 她放开玩笑 就你抢走了 我问你 你怎么办 你翻脸吗 那人家怎么想 人家怎么听 人家怎么看 好像中国人 很少去重视事实 他总觉得 一定是你 去惹人家 不然人家会惹你 那你怎么办 你之后物足 七日德 他就告诉你 你不要去找回 你找一找命用 他自然就回来了 他为什么自然会回来呢 你看小巷 七日德 以忠道也 七日并不代表 刚刚好是七日 不是 而说反正不久 他自然就会送回来 什么道理 因为出酒也好 酒三也好 这样做 大家迟早会知道的 自然会引起公愤 自然人家会出面来干预 酒三跟出酒 你少来 赶快送回去 不让我叫你来看 他自然有这种结果 你急什么 酒三这个窑 大家看到它的位置 它是下离的上端 就是你的成功 已经有了比较辉煌的成果 大家都看到了 窑词是这么说的 高宗 法鬼方 三年克制 小人无用 高宗是 英朝的一个皇帝 叫做武丁 高宗 法鬼方 鬼方是指什么地方 就是贵州那些地方 贵州那些地方 当年还比较偏僻 离我们周年比较远 英高宗 他去征服鬼方 因为路途很远 就是告诉我们 你从开始到现在 眼看着是要成功 实际上 你已经打了三年了 你筋疲力竭了 三年克 克就是说完成 克敌这件大事 那事已经成了 但是元气大伤了 这个时候 你要小心 这个时候 就是小人最活跃 老实讲 一件事情 还没有什么眉目的时候 小人他是不会尽全力 小人他认为自己聪明 你们还在研发阶段 有没有机会成功 我怎么知道 我干嘛那么着心 小人都是在那种 研发完成了 可以亮场了 眼看得很有市场了 非常有前头了 他就开始表现了 好了 往往都是这个时候 你把小人 引到你身边来 小象告诉我们 三年克制 毕业 你经过那么久的艰辛奋斗 就好像跑到很远的 去打敌人一样 就算你打胜了 你也是疲惫不堪 但在这个时候 你输以防备 再加上 你在增长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 某些人的确是很好 但是你就没有注意到 那些人 为什么在 快要胜利的时候 他表现得比谁都好 他本质就是小人 那你觉得他很好 也没有错 因为你亲自的感觉 是这样的 这样一来 你这个成功是虚的 因为你已经开始 种下了很多祸端 鸡鸡挂的挂像是 上砍下离 离象征光明和希望 表示一个人 经过下挂三摇的努力 终于看到了成功的希望 可是上挂却是个砍像 象征着前途砍险 为什么即将获得成功的时候 却是最危险的时候呢 鸡鸡挂的上挂三摇 又给我们以怎样的启示呢 六四摇 他的摇词就比较 那人家不安 须有一如 终日戒 你看那三个字多严重 终日戒 你整天要戒备 我们说过 这个寂寂怪也好 未寂寂怪也好 都是船在水上走 船在水上走 可能走得很顺利 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 也可能中途碰到台风 中途碰到暴风雨 中途更可怕的 船漏了 怎么办 所以我们 一个成功的人 就是要防放于未然 我们在船上 都会准备一些什么 准备一些 破旧的 不用的 免序 就叫一如 把它存起来 放在船上 万一发现哪里有漏了 赶快 用的免序去塞呀 把它塞住 你每天都要警戒 你不警戒它 漏得很大的时候 那你再来你塞不住了嘛 塞不住了 这告诉我什么 当你一切都觉得没有问题的时候 你就会负六小问题 结果怎么样 结果把东西做好了 要上船的时候 沉掉很多嘛 你看我们去向远方订货 远方打电话 已经装船了 已经出发了 很久没到 船程了 所以 中日界 因为六四 它虽然是单位 但是呢 它下面有九三 上面有九五 一阴 除以 两阳之间 就好像什么 好像那个 漏的船 航行在水上 时刻都可能沉没 那不然 为什么要中日界 小象说 中日界 有所疑也 疑是忧心 担心 船上的东西 会不会被小偷偷掉 会不会碰到海盗船 会不会半路漏水 沉了 会不会 会不会 一大陆会不会 成功之路 是充满了 砍险 哪有那么容易的 经过前四摇的 兢兢业业 终于来到了 寂寂挂的九五摇 九五摇是 寂寂挂的挂主 象征着功成名就 成功固然令人心悉 但是如果处理不大 很快就会落即生非 那么我们应该做好 怎样的心理建设 来迎击成功的果实呢 九五是挂主 他怎么讲 他说东林杀牛 布鲁西林之 月祭 食受祈福 月祭的意思就是 用薄礼来祭拜 杀牛的意思就是 我用很丰厚的祭品 来祭天 东林就是指商周王 因为商周王 他说资源都在他手上 他祭宗庙 他祭天 那都是杀整牛的 那丰厚的不得了 可是西林呢 西林就是指文王之籍 他说我那里有他 有钱 我跟他比什么 我只有最薄最薄的祭品 但是呢 你杀全牛 你是不如这个薄的祭品 食受祈福 你会实实在家 受到天神的降伏 什么道理 因为天神 他只在乎你的诚意 他不在乎你的厚薄 他只在乎你精神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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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你是不是很虔诚 你是不是很善良 你是不是很光明正大 是 我就帮你忙嘛 那不是你再好东西 反正我又不能吃嘛 我帮你忙干什么 这种简单道理 小象说 东林杀牛 不如西林之十月 你看那个十很重要 十也就是孔子所讲的 十月 命月 那个十 十是什么 就是十运不同 十运不同 心态就不同 这就在警告我们 说当你一成功 哇 祭品要丰厚 一切要铺张 然后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不是惹事吗 你还是照这样子 人家自然会来了解你 你急什么 只要你产品好 刚开始人家不知道 慢慢慢慢的 就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你 这时候你真正的是 十受其福 就表示你不会因为这个 十的变动 你就有不同的那种行为改变 大家每一个人都会看你的行为 你穷的时候是这样子 你富贵的时候是这样子 怎么差那么远呢 穷的时候出来跟所有邻居都打招呼 稍微有点成就 谁都不理了 这人家感受很深 所以在积极挂里面 特别特别提醒 积大来也 吉祥怎么会来 就是因为你虽然很兴盛 但是你不会在物质上面 尽量去浪费 尽量去摆扩 你还是追求精神上的 这种类型的喜悦 而且还要注意到 很小 你现在眼睛只看到天神 其他你没有看到 那很快就慰藉着 社会上有很多人在成功来临时 没有妥善应对 结果很快就急转直下 昙花一现 积极挂的上柳窑 就是对这种现象的写照 那么上柳窑是怎么说的 那么从中又能吸取哪些教训呢 三列就直接两段告诉你了 如其守利 为什么 因为有庆功宴啊 喝酒啊 喝到连头都进到酒坛里面去 所以如己守就是全身都落水的啦 当你一条船快要靠岸的时候 性高采烈 这批货安全到达 我们终于可以赚多少钱啦 今天晚上要到酒吧去 不醉不散 一个大意掉到谁里面去 利 那当然是利 因为上柳窑 因为上柳他在九五之上 他已经超过了积极 他要进入了位积 你把如其守跟初九的如其位 你对应看看 刚开始还是叫你注意尾巴 因为你头不会掉到水里面去嘛 那现在呢 连头都掉到水里面去 可见全身都落水的啦 所以叫做宗乱 这叫因果 但是它不是固定的 千万记住因果不是固定 如果因果是固定的 那我们就不必动了嘛 反正因啊果啊因啊果 那每个人都一样 都是义人啊 一个因 可能产生好几个果 一个果追究起来有好多个因 再说一遍 未记不是记记的延续 你千万不要这样听来听去 知道啊 那反正成功后面一定是失败 那我成功干嘛 不是 它是补充 上六摇是给你补充的 说你如果成功了 你要爱惜你的成果 你千万不要挥霍 不要铺张 不要这样 不要那样 你才能够确保你的成果 你心里头有危机的一种准备 你就不会中乱 那个中乱是可以避免的 经常成功的人都会告诉自己 我们只快乐一个晚上 明天开始 还要过正常生活 就这个意思 三天三夜 狂方 最后 酒醉物事 酒醉乱性 然后别人看了就是不顺眼 然后想办法来偷你 想办法来整你 那不知己找到没 我们一定要记住 要审慎进取 一个你一定要进取 但是要审慎 所以我们下一次 就要进入危机卦 来看看 怎么样才能够审慎进取 谢谢大家